2021年12月15日 第一屆麻辣料理大賽頒獎儀式 在東京虎智門中國文化中心隆重舉辦 麻辣大獎賽經過激烈的出評和負評 前後立時一個月 最終在120個食品中 決出了麵類、醬類、火鍋類、麻婆豆腐類 零食類等五個部門大獎 五良夜獎和審查員特別獎共七大獎項 首先 来自亚洲藝術文化促進會的演員 为大家表演了一段地道的四川傳統曲域 变脸 中国驻東京觀光代表处 首席代表王伟先生致開幕辭 麻辣聯盟代表中川振道先生 詳細介紹了各個獎項的評價標準 进入颁獎环节之后 首先颁出的是五良夜獎 本次活動的贊助商 五良夜的代表郭斌先生致辭 並向獲獎者頒獎 隨後 審查員特別講 五部門大獎 依次由四川飯店所有人 料理長陳建太郎先生頒出 在頒獎儀式的最後 各獲獎者一起合影留念 第一屆麻辣料理大賽 順利閉幕 順利閉幕 在這部中 後 詐細節